話說桃園酒市的老闆,起初就說賣假酒的是陳如村 後來,她經過一番審視,她又說不是 店小儀聽見這麼說,她就說不是 店小儀就走近陳如村的身前,左看右看又打量了一番 我知道這個時候,連店小儀都說,是,又好像不是她 不是呢,不是呢,不是她,不是她 這個時候,桃園酒市的老闆,三番四次,她都說不是陳如村 陳如村,起初就嚇得魂飛魄散 她正想說一走了之,後來聽見對方消除了對自己的懷疑 陳如村就鎮定下來 鑑於陳俠生死未簿,多年來仍然打聽不到她的去向 故此陳太吉酒莊不少人,對於陳如村自認是陳俠的兒子 其實一直都有所懷疑的 正說,昆伯面對著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儀 將陳如村誤認為是賣假酒的人 那就更加引起昆伯的思議 再回憶起陳如村幾次的異常行為 都覺得幾次下的 至於陳寬英和陳如鶴對於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儀 將陳如村誤以為是賣假酒的人 這時候亦略有所思 不過這樣,大家很快便平靜下來 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儀 追述了買賣假務陳太吉米酒的來龍去墨之後 經過幾番道歉和感激 她便向陳寬英告辭 臨別之前,陳寬英、陳如鶴和坤伯 都異口同聲地向那個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儀打聽 說那個製造假酒的人究竟是誰呢? 那個製造假酒的作風到底在哪裡呢? 那個老闆和店小儀都坦誠地回答陳寬英 她說實在不知道 因為開始的時候 就只是跟那個自稱是陳太吉酒莊少爺的人打交道 後來送酒來的人還換了兩三批 陳寬英見,再都追問不出什麼了 拿起桌上的三十兩銀票 就塞回到桃園酒市的老闆的手中 知道那個老闆 他堅決拒收 並且說貨物都賣完了 歸還貨款 很應該啊 是做生意的規矩 若果不是這樣 就很難常來常往的 陳寬英就立刻吩咐坤白叫倉庫派出小艇 裝上八呈米酒和八壺米酒 就立刻送去桃園酒市 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椅又是連聲多謝 就在這個時候 正負碼頭附近的昏江酒家 通濟橋本的通濟酒家 以及祖廟旁邊的鳳林酒家的買售 不約而同來到酒中的客廳 找坤白訂購陳泰吉米酒 並且要馬上取貨 陳寬英當然拱手歡迎 請三個大買家跟坤白一起 就去貨倉交易取貨 桃園酒市的老闆和店小椅 亦都跟着坤白進入了倉庫裡低 再說 當年被大火燒毀的桃園酒家 陳寬英早就決定拆掉他 重建一間小房舍 好等日後 陳如岳去會友結社研習詩文 這件事 亦是交給陳如川去辦理 說到陳如川 他做起這件事 亦認真負責招籍不亡 那天 坤白在酒莊的貨倉裡面 將一切的事情安排妥當 又回到帳房記帳 而陳如川 在外面 辦了所有事務 亦都回到帳房 去協助坤白做大小的事務 哼 這狗味露面的油渣蟹 又明目張膽地出現在陳太吉酒莊的附近 正大搖大擺地 走近酒莊門前 並且想直入帳房 新任職的酒莊 看更是個忌激高手 看見油渣蟹 棉木鬼鼠 不讓他進入 這時候 一個工匠 剛從街上翻入作坊 看更乾脆叫工匠 你去帳房那裡請陳如川出來 陳如川走到門口 一看 當時生氣得不得了 哼 哼了聲 馬上把油渣蟹 拔到酒莊門外 向著僵靜的江邊 走過去 油渣蟹 被他拔著來走 一邊走 一邊大聲 吵了 哼 撞鬼嗎 你怕什麼鬼 你亂闖亂闖 你到底想問我去哪裡 我沒有這樣的力氣 趁你跑 陳如川這陣子 扔到上氣不接下氣的反駁話 顏夫 現在 現在什麼時候 你竟敢出現在酒莊門口 你知不知道 前幾天 我們賣假走的事 差點 差點被桃園酒市的老闆 和店小二吃穿了 你還來 你 我說你 只要生人不生膽 放心 那間酒市的老闆 和店小二 贏不出你的 還有 造假走間作科 我早就已經搬走了 再說 自從你去了陳太吉酒莊之後 我都沒有再叫你賣假酒 你怕什麼鬼 雖然說這些事 我早就不做 你知不知道 陳老闆 經常坐著小艇四周圍 一邊去推介陳太吉米酒 一邊就明茶暗訪 造假酒的人 到時 到時 若果走到我了 你叫我怎麼辦 那油渣蟹 忽然之間 哈哈大笑 這樣一來 更加激到陳如川 調氣 顧客 顧客 你…你…你還照顧 我兩次遇險 差點被店小二和老闆認出來 最後一次 還在陳老闆的面前 你聽我說 他們認不出來的 他們認不出來的 好得你舅舅做事 每次都聰明過人早有預謀 你知不知道 每次我叫你去賣假酒的時候 我都會在你的右眼下 畫一顆大顆黑字 很聰明的 平時 平時你臉沒有黑字 你叫那些人 怎麼認你出來的 真是生人不生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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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如川這時候 都提笑皆非 她想…想了很久 她接著說 老闆說 我不能夠再這樣 提心吊膽地過日 舅舅 你收手吧 你放過我好不好 你不要再這樣的壞事了 沒有好運行的 呃… 油渣在這時候 搶牆探了一聲 她想了一段時間 她說 好了…好了… 舅舅今天匆匆忙忙來找你 正是想和你詳細談談這些事 好… 就這樣吧… 你快點離開這裏 要談的嗎? 另外找個地方談 好啊… 叫兩頂鞋 立即去佛山 於是油渣蟹 就叫來了兩頂鞋 兩個人 分別登上鞋 直奔佛山 到了佛山之後 就在昏江河畔停下來 正在這時候 那時候 鋼面上鞋出了一艘子動艇 那子動艇的艇身 裝飾華麗 艇裏面有餐樓 可以放六至八席 並且還有小鎚房 另外還有拖島 那隻拖島是小鎚艇來的 專門提供街巷宴客 水鄉人和來往的客廂 都很喜歡在子動艇那裏 作為針生意的地方 亦或者作為尋歡作樂之所 每到入夜 就會艇遊中江 好多客人 就會在艇上盡情快樂 什麼猜拳、打麻將、聽歌 還有妓女陪飲的 這時候 離陳魚村和游炸蟹 沒有多遠之處 正好有座子動艇的渡口 游炸蟹 他轉頭一看 看見有一隻子動艇 對好拍案 他一身手握著陳魚村 走過去登上子動艇的上面 其實 游炸蟹 早就預料到陳歡英會有所行動 更加預料到陳魚村一定會變 所以他這一次是有備而來的 游炸蟹 他把陳魚村拉到子動艇上面 立即走入一間房間仔 叫來了美酒街熬 艇上面 這陣子 花枝招展鬆手弄之的妓女 在大廳和各個房間之間 游泥而蕩去 其中有三兩個妓女 曾經跟游炸蟹陳魚村接觸過多次 至今日 游炸蟹 為了盡早制服陳魚村 早就把房門關起來 不准任何人進來打擾 陳魚村當然是極不耐煩 因為他知道 他不能離開酒莊太落海 所以他剛剛坐落 急急向他舅舅表明 希望以後兩個人一刀兩斷 各走各路 知道他這個舅舅老奸巨滑 對待面前這個外生 他都大把招數 游炸蟹這個時候 他扮得好像很神秘那樣 他就說了 以前 法時都要三思而行 舅舅老了 你還年輕 今天舅舅陪你來到這隻紙洞艇 就是想奉勸你一句 大眼識人 我不用了 我知道誰好誰壞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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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陳寬英一家 都是你的恩人嗎 我挖過你知道 當年 你爹爹為何會突然被官差污 正是陈欢英向官府告发这些,你知不知道? 不会的,郑老板一家,至今还天天天天找我爹,他们不会这么做的 你太无知了 油炸蟹说完,他说在衣服里拿出小包出来 打开了几层纳皮纸之后 就养出几张地契屋契泥 他说,义长,你等大双眼看看 这两张,就是最远左右两边的桑基鱼塘地契 而这两张,就是陶燕酒家的地契和屋契 就都是你爹的 那现在怎样呢? 现在怎样呢? 陈欢英竟然将一切都变为自己的财产,那你知不知道? 没这样的事的,没这样的事的,最对不会是这样的 陈如川,他仔细看了看桌面上的几张地契和屋契之后,他说了 最远了,我眼白白看着,他们父子是用很多银两在最许先的父亲那里买回来的,你不要骗我了 是啊 最远,就是他们向最许先的父亲买回来 但是,最远左右两边的桑基鱼塘地,原先都是你爹的地 陶燕酒家的那座房子也是你爹的 现在呢? 日日二二都被他们霸佔,那他们一家,还是不是你的恩人呢? 那,游渣蟹又说到似层层嘛 那这一阵,陈如川开始私疑了 嗯,你说的是真的? 嗯,你说的是真的? 陈如川,又拿起那几张地契、屋契看来看去 看下看下,他又有怀疑了 慢着,慢着,慢着 这些地契、屋契,怎么会落到你手的? 怎么会落到你手的? 月轻,这还不是很简单的 是你娘亲病危的时候,偷偷地交给我的 那个时候,你还年幼 你娘亲,怕你爹变心 所以,就将这些地契和屋契,先放在我这处 陈如川听了之后 他一声不出 默默地在那里思索 这个时候,游渣蟹贴近陈如川的身边 拍拍陈如川就说了 陈如川 哎,现在不是时候 再说,你日间在酒庄里做事 晚头黑,又在酒庄的帐房睡觉 你哪里有地方收藏 月轻,你别说 舅舅只有分数 我一定要他们将你爹的房睡土地上手还回来 你究竟有什么好计 哼,我嘛 我首先要抢他们一只大木船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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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想去劫人家的船啊 不是劫,而是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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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一定要配合我,我这堂,一定要他们一一上玩。 游渣蟹落足嘴头,向陈渔村说了一大堆, 说到声声凉凉正义,只只作作有句。 陈渔村听下听下听到心乱如麻, 他都不知道舅舅所说的,有多少成是真,有多少成是假, 在半信半疑当中,他不断举起酒壶,自针自饮,连饮几杯, 而游渣蟹乘势出击,再进几言, 陈渔村又连续喝几杯,终于烂醉到好像死蛇烂闲那样趴在桌上。 指动艇又拍案了,游渣蟹收拾好桌上的屋契地契之后, 就叫来了艇上那两个打杂和一个妓女, 就告诉他们听,听着, 陈泰吉酒壮的少爷,他多喝几杯, 隔阵醉了,你们, 马上去租顶叫,将他送回去酒壮, 所有的银两,你们去到酒壮, 酒壮自然会有人支付给你们, 见不着,还有打赏。 那两个习役和妓女,好思义。 游渣蟹又是一番唇舌, 并且表明, 自己明晚还会来游指动艇, 如果陈泰吉酒壮不认账, 到时他也一定照顾给钱。 游渣蟹说完, 离开指动艇, 踏上江岸阳墙而去。 现在再说, 陈泰吉酒壮的客厅, 又是温然一身, 客厅左右的两面墙上面, 这陈泰吉酒壮的书法, 当日, 酒壮乔千之庆典的斗师会当中, 陈泰吉酒壮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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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泰吉酒壮当中的酒壮当中的酒壮戒句, 以及历年来本土五方明氏诗作当中的酒壮戒句, 这陈泰吉酒壮当中, 都被陈泰吉酒壮用书法一一写好, 展示在客厅当中, 陈泰吉酒壮当中, 陈泰吉酒壮当中, 正坐在客厅的交椅上, 亲切交谈, 在商量着, 陈泰吉酒壮当中的旧子, 如何清拆, 如何重建, 身为父亲的就向儿子提议, 新房舍建好之后嘛, 以后每到节日或者庆典, 都举办斗司会, 约请多些中意酒师的朋友来, 中读下有关酒的诗篇, 好事, 好热闹, 好开心的, 身为做仔的陈泰吉, 这阵他就替父亲开玩笑, 爹真是三句不离本行, 事事处处, 你硬是离不开个酒字的, 陈泰吉酒壮当中, 亦笑了笑, 他就说, 你们不是经常说, 以酒仰师, 以诗饮酒, 其实酒嘛, 同诗池歌父, 同书法丹青, 同大戏传奇, 同风俗习惯, 都是食食相关的, 你不觉得, 无酒不欢的吗? 喏, 两父子正是谈到开心之处, 伦祖光就行到入来, 陈欢英、 陈鱼岳立刻站起身, 欢迎跪下光临, 伦祖光与陈欢英, 互相行过礼, 问过后之后, 陈鱼岳就特意为伦祖光, 泡了湖, 好美的茶泥, 伦祖光双手接过那杯靓茶, 他就说, 呀呀呀呀, 起敢起敢, 哈哈, 这杯举人香命, 仇之有愧, 仇之有愧。 陈欢英就说, 哎, 伦兄言中了, 讲到底, 余岳是晚辈, 伦兄是长辈, 更何况, 伦兄嘛, 是伦民罪状元之后呢? 陈老板台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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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 伦祖光, 就拿出一些东西, 递给陈鱼岳, 各位, 你说伦祖光这个时候来, 究竟为什么, 他就拿出什么, 递给陈鱼岳呢? 欲之后事遇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 下回分解 拜拜